CTFT, CTFS, DTFT, DTFS, DTFS, DTFS 今天其实要介绍了DTFT, DTFT,是离散复利的转换 那这个转换,也就是说统整了之前我们所讲的那些转换 我们目前最常用到的一个转换之一 那也就是说我们常提到的快速复利的转换 它的基本的形态 那为什么我们之前不用我们所谈到的DTFT那样的转换呢 而是要選用DFT 這樣的轉換呢 也就是我們這單元要提到的 那這單元會跟各位介紹 他的目的以及他的原理 以及他的想法 也就是說為什麼我們DFT 沒辦法適用 而我們要用DFT 離散附近的轉換 那這單元包含了 許多包含他基本原理 也包含他的一些想法 也包含他的轉換性質 還有他這邊很特殊的 一個環狀的 一個選機的部分 都跟之前的線性的 是有點區別的 那我相信我們從我們最基本理論 來介紹各位同學 一定能很清楚的知道他的 做法以及他的 的由來 好那我們趕快看下去吧 這個單元的學習目標與大綱 我們首先要介紹 離散附近的轉換的原理 接下來我們討論 離散附近的轉換 那接下來我們要 談到離散附近的轉換 它的環狀璇 然後與離散附近的轉換 它的性質 最後介紹離散附近的轉換 它用來計算線性率波 首先我們來談到 離散附近的轉換它的原理 它的基本想法是 我們之前學到了DTFT S of Omega 那它基本上是 將一個離散時間訊號 來計算它的頻譜 頻譜的特性 那我們通常在處理這樣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說 DTFT它的變數就是 Omega 它是個連續變數 它是個連續變數 也就是說我們透過S of N 經過DTFT的轉換之後 得到S Omega 這樣的S Omega 我們沒有辦法在電腦上儲存 因為Omega是一個連續的變數 我們如何叫電腦能存一個 連續變數的東西呢 所以它的想法就是 我們必須要去儲存它 那怎麼儲存呢 所以我們想到一個方法 我們要儲存S of Omega 我們就很簡單的 在DTFT在頻譜上面 我們對它做取樣 也就是說我們 把頻譜的波形做一些取樣點 再把這些取樣點存起來 或是表示出來 就可以存在電腦裡面了 好 接下來那怎麼來取樣呢 我們想法是說 我們如果從S of N 直接DTFT 得到S of Omega 那在取樣之後 得到了這個取樣點 也就是說我們這邊看到 S of 2π 除以N乘上K 這樣的東西 那這樣綠色的過程 我們基本上 是沒有辦法直接做的 所以我們想要看說 到底有沒有辦法 可以直接從我們的 離散時間訊號 直接轉換成 我們所要的 頻譜上的取樣點 就是我們這個 箭頭的方向 如何做到這樣方式 那就可以省掉說 我們必須先透過DTFT 再把DTFT X Omega做取樣 那怎麼取樣呢 我們想法是說 我們以固定的頻率 在頻譜上面取樣 也就是D Omega 那因為DTFT 它X Omega 它基本上是2π為周期 所以我們只考量 Omega是從0到2π就好了 所以在這2π的範圍 我們以 我們取N點的話 也就是說它D Omega 基本上就是2π 除以N 那如果這個D K的取樣點 我們就是說 把它寫成 X of 2πK 除上N 也就是說剛才的 D Omega乘上K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這個 X of 2πK除N 就是我們DTFT 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DFT上面的取樣點 也就是可以表示成 原本的 從DFT來的數學式值 只是把我們的Omega 換成2πK除上N 所以想法很簡單 就是從DTFT 直接把Omega 換成2πK除上N 就可以變成我們DFT的取樣點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情 既然我們可以得到DFT的取樣點 那我們是否可以從DFT的取樣點 來反轉 來取得我們10域的訊號 也就是S of N 這邊我們要做這樣的計算之前 我們先來看說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要做一個 從負窮大到無窮大這樣的一個加法 一個Sigma 一個Summation 我們可以透過先前有提到一個概念 我們把這樣無窮的範圍切成許多的 很小的一個block 每個block它的範圍是從LN到LN加N-1 也就是每個block的長度是N點 那這個block它的編號是從L來編號 所以L可以從負窮大0到無窮大 所以這邊我們看到說 我們把這個Sigma的符號 N從負窮大到無窮大 可以變成這兩個Sigma來表示 也就是說我們把一個N從負窮大到無窮大 把切成許多小block 然後我們對每個block做編號 用L做編號 然後每個block的長度是N點 那做這樣的變換目的是為了我們來推導 如何從DFT的點來計算我們的 理善時間時序訊號S of N 那做這樣轉換之後我們再來把變數做個變換 把N換成N-LN 所以這邊做個變數的變換 這邊圈圈的部分就是看到我們上下線也會變化 也就是把S of N裡面的變數也會做個變化 接下來我們再做一個對調 也就是說把這個兩個Sigma的符號做個對調 這邊注意後面那個式子exponential 這個J2πK除於N再乘上LN 因為大N跟大N消掉 一旦消掉之後怎麼樣 後面那項exponential就變成1 因為它是2π的倍數 因為上面是2πKL 所以它是2π的倍數 也就是說它這個exponential的值是1 所以我們在做前面的Sigma對調之後 可以整理成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那接下來我們把這個式子的中間這部分 就是說虛線圈起來的地方 我們定義成 sp of N sp of N 然後這sp of N 我們看到我們來說明一下 到目前為止我們希望從DFT的點來求得s of N 但是我們這時候沒有辦法直接取得s of N 我們知道怎麼樣 從DFT的點直接得到它跟sp的關係 然後透過sp跟s of N的關係 再怎麼樣 再求s of N 所以我們這邊來想個想法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了 sp基本上是寫成這樣 那這樣sp of N跟s of N有什麼關係呢 那sp基本上定義成這樣 也就是說我們把原本s of N 位移1個LN 1個N 2個N 3個N 那N是它的怎麼樣 它在平譜上的取樣點 這邊N是我們在平譜上取樣點的點數 所以基本上我們sp 基本上可以表示成怎麼樣 這是s of N 然後 這是原本的sN移過來 然後這個 當我們 這個s of N delay一個N的話 是這個s of N-N 也就是說這個訊號 那可以超前 是這個 所以sp of N是把這些全部加起來 所以看到sp 基本上就是s of N 位移之後的全部加起來的結果 就像下面的圖形是一樣 也就是說 當我們求得dft跟sp的關係之後 我們是否可以從sp去推倒s of N 當然可以 我們只要取中間那個window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s of N是什麼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如何從sp of N 來求得我們這個 跟dft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先來看sp of N 它基本上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周期訊號 也就是說sp of N 加上 N 之後 它可以得到 頭影片上面的式子 它是 基本上 L是從負雄大到五雄大 所以基本上你加N之後 沒有什麼改變 一樣 sp of N 加N 等於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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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說sp of N 它是個周期的訊號 那一旦知道周期訊號的時候 而且它周期是N 那我們來看 我們之前學到了 一個離散訊號 它如果是周期 我們可以用dtfs來表示 也就是說我們 把sp of N 用dtfs的式子來表示 表示成這個式子 好 那這個式子我們來看 這個式子叫b式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b式 我們來計算它的ck 也就是它的 複列結束它的係數 也就是我們看到的c式 這之前提過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 從a式是代表 我們之前從dft跟sp之間的關係 b式是dtfs 然後c式是dtf當中求係數的式子 接下來我們來看 比較a式跟c式 我們發現到說 這兩框框的東西 應該是一樣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們dtfs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等於 從a式跟c式我們發現到 ck基本上等於我們的這個式子 從a式和c式我們得到ck等於什麼 n分之一乘上dtft的值 也就是d式 所以從a式跟c式比較 我們可以得到這個d式 d式 d式也就是說明了ck跟dft的關係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從d式跟b式我們知道說 sp表示成這樣 這是e式 那我們知道說 如果從dft的點如何建構我們的sp of n 也就是說我們發現說 從剛才的式子我們發現到說 原來我們的 從e式發現到說 我們從dft的點 就是s of 2πk出張n 我們可以得到sp 從d式跟b式我們一比較 可以從dtf的點 dft的點得到sp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既然可以從dft的點計算sp 那我們如果從sp再建構回去s of n 因為我們剛才從圖上看過 它只是挖一個window就可以重建我們的s of n 上面的圖形我們發現到說 中間圖形當我們的頻譜上的取樣點 n大於信號長度l的時候 它sp之間它沒有混跌 也就是沒有交跌 但如果我們的dft上面的取樣點 n如果小於信號長度 就發現到說 我們sp就有混跌 一旦sp有混跌 我們就沒有辦法從sp去重建我們的s of n 因為它已經混跌 已經是真了 所以我們考慮有限長度l的非周期信號s of n 我們可以從頻譜上取樣得到取樣點 我們透過取樣點可以還原成sp 然後取一個window 基本上sp就等於sn 那如果發生混跌之後就會造成問題 那反過來說 我們如果補0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改變s of omega 因為我們知道說l點的 頻譜上的取樣點 可以即可還原信號原本長度 就是l的離譜訊號 如果我們取樣點越多的時候 只代表sp上面之間 它們兩個波形之間 它們的中間零的點數會變多 也就是說我們補0的時候 基本上不會改變我們信號頻譜的特性 也就是說補0在我們dft當中很重要的概念 各位同學 這個部分我們介紹我們dft的由來 以及它的原理 主要是如何透過我們dft上面的頻譜上的取樣點 來計算我們來還原我們的離譜時間訊號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dft它的頻譜是沒有辦法用電腦儲存 所以我們才導致說我們必須發明一個轉換就是dft 可以直接取得 從離譜時間訊號得到頻譜上的取樣點 來做一個直接的轉換 好那下一個part 我們還要介紹我們這個 在dft上面的一些應用 例如說它的選機部分 好那這跟之前的線性的選機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趕快來看下去吧